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点名台湾可能列入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名单 总统府表示会持续保持注意 经济部指出今年将有两阶段因应 上半年主企业领袖访问团参加美国投资高峰会 下半年则是落实台美产业合作再连结 本周三英国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声明 并启动脱欧程序 德国金融界表示 欧盟与英国之间应该尽快签订过渡性条约 以确保金融产品交易和以前一样顺畅进行 1111人力银行公布最新调查数据 一粒一休上路后 中部地区有63%的企业受到冲击 是北中南三地受冲击最大的区域 成为一粒一休的重灾区 未免被美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 中央银行未干预汇市 新台币第一季距升1.943元 胜幅高达6.4% 是9年来单季最大胜幅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央银行未来